大家好,我是YouPickiPick 今次想介紹怎樣用博士核心打組織挑戰三王 葛羅里巴斯 再重溫一下隻王是怎樣 隻王單數回合出普攻 雙數回合出技能 普攻最大攻擊力應該是122047 普攻是二段攻擊 每一段攻擊都有機會暴擊 其中一下暴擊的話大約是145000的攻擊力 王的技能大約每一個人扣12萬血左右 而王的技能同時對目標產生持續傷害 可況每一個人行動完之後都會扣16816血 擋三回合基本上沒什麼可能 所以我們目標都是每個人擋兩回合 比王打到的人最低配備要有12萬血 如果有15萬血就更加好 就算有一下暴擊都不會會嚇死 博士核心的打法最主要是用高級核心技能 每回合可以放一個複製人出來 擺位方面博士放1號位 第四回合中第二個技能才會死 微笑超人他的血最少要有15萬 裝備和技能合起來可以回到30%血 即是每兩回合回到9萬血 15萬血中了王技能之後只剩3萬血 兩回合回回9萬血合起來有12萬 再可以擋多一下攻擊 最理想情況下他有20萬血 每回合就可以回到12萬血 微笑超人有休閒裝 每次行動完之後可以補到甜美假面的1血 這樣就可以觸發到博士的被動技 甜美假面頭5回合都可以加到20攻擊力 獸王裝備來說最好就是全攻的黑幫套裝 索尼克都可以用黑幫裝 但沒有的話都可以只用攻擊裝 甜美假面越高攻越好 就不需要用什麼套裝都可以 那打一場講解一下 頭4回合最好手動 因為博士要用技 第一回合我博士會加甜美假面的攻擊力 所以博士的速度要高過甜美假面 微笑超人行動完之後 套裝就可以回血 那就可以加到甜美假面攻擊力 他速度就要慢過甜美假面 第二回合我博士沒有加攻擊力 所以用技就加獸王攻擊力 甜美假面因為未攻擊 所以還有20%攻擊力加成 吹雪就死了 好了就有第一隻複製人出來 因為微笑超人只有15萬血 如果黃暴擊的話我是回不及 所以我就用博士去加血 就打一個安全一點的打法 那微笑超人可以出技回血 博士幫微笑超人加了速度 所以比甜美假面快 所以第四回合甜美假面就沒有了 加攻擊力了 那我們用博士幫去加攻擊力 在博士死之前還可以幫甜美假面加次攻擊 博士你可以安心死了 之後就自動打 甜美假面就出技 第九回合黃會打死索尼克 不過都沒什麼影響 因為第十回合黃都會有崩壞 因為黃全場都有崩壞和受傷 還有獸王和甜美假面都是打足全場 打出來的傷害都是接受得到的 想收到更多一拳超人的資訊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收看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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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